韓國的各種戲 百花齊放 那台灣哪一點出韓國 可是你拍這類型的作品 你就沒有辦法吸引到 藍色的選民來看 搞不好他們因為姚文智 就會覺得說 要來看一下才知道 怎麼罵我 姚文智雜八千萬拍片 比選舉緊張 台灣哪一點出韓國 被奉賭徒 我猛媚的幾篇 終而起 現在 我們要來聚焦慾 讓這些精神義雄們 用蠻勇的鬥子 那劉媽溝十五號 當然最感謝 是他的原著的口述歷史 他後來經過八個月的時間 改編劇本 希望這齣戲能夠讓 台灣的下一代年輕朋友 去領略過去那個時代 台灣所經歷過的 歲月跟風霜 姚文智2018年 角逐台北市長施力 兌現承諾退出政壇 以前討的是選票 現在討的呢是電影票 他創立探台灣電影公司 耗資新台幣八千萬元 拍攝《流氓溝十五號》 掌數七十年前 關押於綠島的女性政治犯 中間比如說資金沒有到位 那我就去周轉 我就先去借 然後再慢慢幕 有的人覺得我這是 這是賭徒 你就好好找一份工作 甚至有人說 你進選舉我就支持你 你投電影 我可以請你吃飯 但是不要再講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是打水漂 你有擔心說 你現在搞電影 你會寫粉烏龜嗎 其實電影在上映前 我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緊張 我覺得比我 比我參與選舉還要緊張 你覺得有比 你輸的台北市長選舉還要難熬嗎 坦白講我覺得我輸的選舉 是台北市民比較難熬 但是如果我這個電影的票房不好 我當然會難熬 這就是我的責任 那你會邀柯文哲去看嗎 我在想這些事情的時候 從來沒有出現這個人 你說沒有這個想像對不對 不必 那你會邀蔡總統去看嗎 蔡總統其實在臉書上有鼓勵我們 我們會有機會來邀請他 以前是一個政府官 現在有點像是一個平民的感覺 我真的覺得差不多耶 很多美光燈有時候也是很大的負擔 最主要是我在2005年 我擔任新聞局長 長期一直觀察 我認為台灣有很多的故事 應該要有人拍出來 我們的悲情城市是33週年復刻版 但是你想想看 類似這樣的故事 33年來有幾部 台灣社會要問這個問題 為什麼之後就沒了 是沒有自由的環境嗎 是台灣人很窮 吃不及海鮮嗎 那我們去看韓國 韓國的各種戲 百花齊放 那台灣哪一點輸韓國 我們在新電影運動的時候 還恐怕還是等他們學習的對象 等幾何時30年過去 沒有但是落後 我們完全看不到車尾燈 那我在看的這個問題 需不需要有人做 最好是不要我做 可是我就等了十多年就 我就想說好 把他對我來做做看 可是你拍車類型的作品 你就沒有辦法吸引到 藍色的選民來看 搞不好他們因為雅雯志 就會覺得說 要來看一下才知道 怎麼罵我啊 未來我希望 我可以建立這樣的一個 一系列的題材 這個產業鏈 最重要的精神是什麼 就是來這裡工作的人 他不用擔心說 要面對小粉紅 要面對中國 要道歉 要說祖國生日快樂 如果了解這一點 因為一個人買20張票 都應該來支持這個電影 哈哈哈哈 這部戲是 台灣人組成的電影公司 所拍的台灣人必看的電影 拜託大家 一定要來看